我們看一下這是一個正六邊形 好不好 ABC 注意 他說其中向量 AC 它要指定 分解成 R 倍的向量 AE 加上 S 倍向量 AF 好不好 然後把 R 和 S 算出來 怎麼算 其實這種題目我一再想像這向量分解的 你可以亂繞 可以亂算 好不好 只要一個原則想辦法把 AC B 把分解成 A 和 AF 這樣就好了 怎麼做 老師先用一個比較漂亮的方法 好不好 比較漂亮方法來解釋 好不好 OK 之後老師等一下再加上另外一種叫亂數的方法 怎麼說 我去把這個叫做 P 點 好不好 老師想請問一下 這時候假設 P 點的時候 你觀察一下 這個三角形 對吧 F P C 是三點貢獻 那你觀察一下 這時候它是一個什麼形 正六邊形 那你把這再點一個疊 所以說這是一格 這邊是 1 2 3 所以它是 1 比 3 有沒有看 所以說這 P 點來講 這段比這段 這邊是佔了幾個 3 格嗎 這一個它比例是 1 比 7 3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 根據向量分點公式 老師可以寫成 向量 AP 可不可以喔 這兩邊比例是起 1 比 3 所以 1 加 3 是起 4 它可以寫 3 4 的 向量 AC 的 向量 AC 有沒有看 所以說向量 AP 嘛 那這兩段是 1 比 3 它可以寫 4 分 3 的 AF 加上 4 分 1 多少 AC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喔 之後你看一下 向量 AP 因為題目重點要留下 AC A1 AF 嘛 只有 AC AF 那 AP 怎麼寫 AP 是在 AE 的幾分之幾 1 2 分 1 所以 AP 可以寫 2 分 7 的 AP 可以寫 2 分 7 的 AE 等於 4 分 3 的 AF 加上 4 分 6 的 AC 這樣行不行 好 留下這個 AC 好不好 把這 F 一過去 所以 4 分 6 的向量 AC 把這 F 一過來變成 2 分 6 倍的向量 AE 減掉 4 分 3 倍的向量多少 F 這樣行不行 好 去分母同身幾 4 所以 向量 AC 點幾 2 倍的向量 AE 減掉 3 倍的向量多少 F 是出來了 可不可以喔 所以說是可以知道 這就是 R 這就是 S 所以數對 RS 就是其 2 負 3 這樣行不行 好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方法 好不好 OK 但好到很多同學 可以跟老師反映一句話 我想不到 那想不到 那老師隨便教一個 比較容易想到的 當然方法也不是我這一種 好不好 同學可以亂來都無所謂 這樣行不行 你只要好好去繞 繞到最後 要把 AC 轉換成 AE 和 AF 就好了 那怎麼做 其實我這樣做好了 向量 AC 老師直接來了 換句話說 我要直接從 A 點走到 C 點 但是我要盡量扯了 跟誰有關 AE 和 AF 有關 行不行 所以 AC 老師看你這樣做好了 好不好 我去找到一個點 這個點在這邊 這個點到 Q 點好不好 好 我把 AC 寫成 AE 加 EQ 再加 QC 走過去 行不行 可不可以 我把它寫成 AE 加 EQ 加上 QC 走過去 行不行 好 麻煩你 所以說 AC 不動 AE 不動 來 這個 EQA EQ 就是一個很高境界的 你看一下 如果說我把 AF 這邊點一點 所以 AF 佔幾格 佔兩格 那老師問你 這 QE 和這 AF 基本上是平行的 我看到 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問你 這邊是 AF 佔兩格 我這邊點一點 所以 QE 佔幾格 佔三格 對吧 所以 QE 的長度 是 AF 幾分之幾 二分之三 但挺好 我這時候要 EQ 所以 EQ 和這 AF 方向怎樣 相反 所以說這 EQ 我剛才講過 它的長度 是它幾分之幾 二分之三 方向相反 所以 EQ 可以寫成 負擔 二分之三的項量 F 這樣行不行 好嗎 可以喔 如果你看不懂 好 我老師慢慢來好了 好不好 所以說 EQ 可以寫成多少 FA 好不好 我慢慢扯好不好 慢慢繞 所以 EQ 好 EQ 是這一段 對吧 我剛才講過 AC 我扯了 AE 加 EQ EQ 和它是平息 它是三格 它是兩個 所以 EQ 可以寫成 加上二分之三倍的 響量 FA 這樣行不行 再加上 QC QC怎麼寫 其實你觀察仔細一點 QC是幾 QC是這邊 它是 AC 幾分之幾 二分之一 所以它可以寫成 加上二分之一倍的 A C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這時候 把 AC 給移過去 AC 減二分之一 A C 剩下二分之一 A C A A C 它等於 AE A E 副改成负的 A F 都要在同層 2 所以 AC 等於兩倍的 AE 剪掉三倍的AF 这样也可以 有吗 所以说这方法有很多种 好不好 你只要抓这个要诀 我今天要从A到C 好不好 尽量把它指的跟A1和谁 AF有关 这样就好了 可不可以 麻烦你把这边讲看一下 OK